今天要來維修這一支電風扇 現在已經插電了 你看喔 你看這個風扇在旋轉很慢 就是那個馬達要上游了 不然它轉很慢就算了也很吃電 久了馬達會燒掉 我們就把這一支電風扇分解 一支電風扇分解 這支電風扇分解 這支電風扇分解 應該就可以看到買了 剛剛要記得拆的部分 才不會拆下來 裝不會去 這個比較難拔是因為 以用這塑膠的卡扣 把這個白色的夾住 所以要用一致的把這個塑膠搬開就可以拿起來 你就拿一致的下去擦 這個就可以脫離了 脫離完這個蓋子就可以拿下來 我們看上有的部分 用這種噴霧式黃油 用WD40也可以 但它撐不久 就會再度卡住 你要是要撐久一點 用黃油或露黃油都可以 這個用黃油可以撐得比WD40久一點 好我們就上這個黃油 上的部分就是這裡 這裡 按著這裡 還有後面 後面這裡 直了這裡 就可以了 上個部分 那順便 上這三個部分就可以了 好 我們開始施工 我們插電 慢慢的旋轉 讓它運轉 一下 它順便塞 上一點點就好了 不用上太多 反而會 不太好 就上適中就可以了 好 我們上網的 大家要來裝上 看 它運作有沒有正常 這支要插回去 這支要插回去 基本上 這個 常常會這樣 擋不動 但因為回修的方式就是這樣 除了它連縫都不會動 可能要另外檢測 連動都不會動 可能要另外檢測 可能要另外檢測 我們開電看看 縫電 成半 就在 這一刻 好 你看 我們關了 它一直轉 好 代表 好 已經正常 我們開最大的 一段 二速 燃量最大 好 我們今天 這個電風扇 轉不動的 故障 已經 回修好了 大致就是這樣 喜歡 就訂閱 分享 按下鈴鐺 掰掰 我們